因為今天早上是開議的第一天 那很明顯就是國民黨馬上就帶頭違規 攜帶個人的麥克風進到一場 那根據我們的議事的安全的管理規則要點裡面就有提到 在會議中是不能帶個人的麥克風了 所以其實從頭到尾就是國民黨違規在先 那可以看到國民黨就是沒有本事只會鬧事 那除了說中間一直用麥克風在大聲喧嘩之外 那中間也癱瘓了議事40分鐘 然後其實一開始針對要請陳建仁院長報告 民進黨的黨團一直都是保持開放的態度 就是我們也樂於讓陳建仁院長來報告 但很可惜一開始就是國民黨癱瘓議事 不斷癱瘓了40分鐘 那從頭到尾都沒有要實質的進行真正的這個 實安的專案報告 那我們覺得令人遺憾 就是如果真的有心的話 我們就好好的討論這個實質的內容 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針對這個瘦肉精的個案 我們也認為如果真的要進到這個瘦肉精的討論 就應該要請盧秀燕來備詢 如果沒有討論到盧秀燕的這個個案 就是在打假球 那剛才是特別講到陳希邁市長 都比較有一些激動的反應 那剛才還有用一些之前學到的方法 使用在議場上面 是這樣因為其實國民黨從頭到尾不只都在議場 這樣癱瘓議事 他們也不斷的造謠 那甚至是當我們認為 就是如果真的要討論瘦肉精 應該要邀請盧秀燕來備詢的時候 羅志強立法委員 他就提到說高雄也有疑案 那我認為這是在造謠 因為從頭到尾高雄的這個辣椒粉的源頭就是新北市 那我也認為就是既然要講大家就應該基於事實 而不是在未查證之下就隨意的亂帶風向 那甚至是在議場 在這種公然的場合 用不時的謠言來做政治操作 那我看了也讓人覺得很不齒 所以我認為他不應該拿麥克風講這種事情 所以也衝上前去希望可以跟他制止他 那沒有想到就是後來就引發了推擠 就是徐曉星就過來要做事要推我 那就是造成議場的這個混亂 那至於說這個以色列防身術 就幸好在過年之前有跟我的一些夥伴 像是吳佩義委員 我們有先去學以色列防身術 在議場的第一天就可以派上用場 你說有沒有複習以色列防身術嗎 就是只有過年前的那一次練習啦 就是之後應該要再補練習一下 因為可能還會用到 我覺得倒不是戰不戰神啦 就是大家應該要就事論事 然後有理論理 只是說在今天第一天就發生這樣的 這種被癱瘓被杯葛的情勢 我看了也覺得很遺憾 所以就第一時間站出來 希望可以制止這樣的現象 那你還記得就是小新委可以講什麼 因為他好像有講說不要過不要過之類的 不要過 不要過去就是他馬上就擋住 對就是因為我一直希望可以制止 羅志強立委的這個不當的發言 還有造謠的現象 所以我就是要走過去跟羅志強理論 那許小新就一直過來阻擋我 那我也希望他可以就事論事 所以其實我從頭到尾也就是要求他們 先把麥克風放下來 先不要違反我們議場的管理要點 好 那委員接下來這個開議之後 那這種衝突可能會不斷 那你怎麼認為呢 接下來需要的新委員 如果你看到需要的新委員 在你前面的話 會主動的平起嗎 我一直都希望大家可以就事論事 而且看到其實國民黨就是立法院的最大黨 那如果當我們的最大黨都是用這種不理性 而且帶頭造謠的方式 在杯葛議事 只會造成立法院的空轉 所以接下來也希望雖然三黨不過半 但是各黨的立委都應該要理性的問政 那像是今天的實安專案報告 其實陳建仁院長很早就準備好在議場 那所有的實證報告也都放在所有立法委員的桌上 但從頭到尾不想要聽陳院長報告的就是國民黨 那維瑜怎麼看你說這個立法院長韓國律長他紀念的表現給你的感覺 你有覺得他在上班有積極的在進行這個事業上嗎 當然我希望韓院長他做為我們的這個非常重要的協調的角色 也應該發揮他的作用 而不是像今天一開始當造成議事衝突的時候 他第一時間是選擇休息 那就到後面躲起來了 那我覺得這其實是蠻偷懶的一個行為 也希望他在關鍵的時候 應該要發揮他的角色 趕快讓議事順利的進行 確保立法院能夠有效率的討論所有的議案 才是他的職責所在 OK 好 謝謝大家 阿正與針對麥克風這個部分呢 民進黨的立法委員當然可以表達他們的不滿跟意見 可是怎麼可以去動手搶別人的東西呢 這個麥克風又不是你黃姐買的 你平常在路上看到別人 阿你說這個地方禁止抽煙 你就可以去搶下他的煙嗎 不行嘛 你可以如果今天有人違規抽煙 例如說柯建民經常在立法院違規抽煙 那如果黃姐在立法院 碰到柯建民正在違規抽煙的時候 他可以說先生請你不要在這裡抽煙 他也可以說 嘿我現在叫環保局來開罰你 可是他可以直接徒手去搶過他的煙嗎 當然不可以啊這是一個犯法的行為 所以我們在現場呢我就很直接的告訴他說 國民黨跟以前不一樣了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我必加倍奉還 再講一次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我必加倍奉還 這就是新的國民黨 所以他們以為說可以像過去那樣子 為所欲為 那我覺得呢真的是想錯了 所以其實當場的狀況是這樣 本來他只是在互相爭執而已 那我覺得表達不同的意見 這都很正常 但沒有想到的是 黃姐呢他衝過去羅志強的面前伸手喔 他是已經伸手要搶他的麥克風 要去做肢體的觸碰 那你知道這年頭男孩子真的要好好保護自己 尤其是先前黃姐才剛抹黑 我們韓國醫院長出於禮貌的行為 說成是騷擾 所以當下我很害怕說 萬一這個羅志強委員不小心碰到他的話 到時候又說 Me too 又說我自己被騷擾 又碰瓷 所以才會立刻上前去排除這個狀況 所以過程當中呢 我們也沒有拉扯 我只是請他說 你不要去搶別人的東西 你可以表達你的不滿 你可以表達你的意見 但你絕對不能去搶別人手上的麥克風 所以我覺得他剛在受訪過程講一個最好笑的說呢 他使用了以色列防身術 請問落跑是什麼樣的以色列防身術 沒有看過以色列人這樣使用防身術的 看到快笑死 那總之 但總之以色列防身術如果真的要用的話 那就沒有人要學了 所以呢希望他不要就是亂講一通 讓大家失去對於以色列防身術的學習興趣喔 所以呢我想這個過程當中 讓大家看到了 民進黨他可能以前以為 他對於國民黨的立法委員可以為所欲為 但我們現在要大聲的告訴他 不要動 不要去出手跟別人碰撞 那不管是在人數上面 不管是在戰鬥意志上面 我們都會團結作戰 保護我們自己的立法委員 主要是因為希望讓大家看到說我們手沒有太多的互相觸碰啦 所以我們只有我回頭也看了影帶確認一次 就在第一時間就是有扶喔 就是扶他的手請他往後推一點 那剩下我們用板子在中間就是讓大家知道說 那我們呢 還是秉持希望理性問正的立場 我們也不希望說 знаю 我有出手傷人 但当他做出不礼貌的行为 甚至如果真的被他抢到了 其实是一个违法的行为 你去抢夺别人的私人物品 在违反他人的意愿之下 那我想呢 我们就是希望排除 然后隔离 那所以说我们就用一个板子放在中间 这样比较不会让任何人有见缝插针 或是误会的机会 所以我们虽然是排除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但是呢 实际上我们还是非常的守 我们自己作为立法委员理性问证的奋计 并没有动手伤人或是动手打人 那他的本事在哪里 我个人是没看到 黄杰除了翻白眼以外 还有什么样的本事吗 过去在议会里面 高雄市议会 很多该出席的不出席 该发言的不发言 该上班的不上班 还好意思说别人偷懒 就是你在高雄市议会的时候 你最懒 所以今天跑过来抢别人的东西 就是不对啊 你怎么可以去抢罗志强手上的麦克风呢 你提出质疑OK 但是你去抢夺就是不对 所以不要让 不要以为说国民党还会像过去那么好欺负 绝对不是这样子的 韩国瑜比你还早上班 他早上国事论坛的时候应该就在了吧 所以他比你黄杰还要早进到这个议场来 还早上班 你凭什么因为他宣布休息 十分钟就说他在偷懒 反而是当场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可是阴阴期盼韩院长回到位置上啊 每一个人都在求他啊 拜托韩院长 谢谢韩院长 你们的嘴脸我都看得很清楚啊 韩国瑜回到议场上面的时候 那个欢声雷动不都是民进党吗 在求他的不都是民进党吗 会怕的不都民进党吗 所以当黄杰要这样子去讲韩国瑜的时候 你转头看看你们其他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吧 他们可是在求韩国瑜的哟 OK好谢谢 谢谢你们可以调高了 下一个进来的可能比较高 或者如果如果等下黄杰的话就维持不动就好 你们已经为我打造了是吗 谢谢 我刚才想说谁跟我一样那么矮啊 没有就是我本人 OKOKOK没有误会没有误会 对好很好谢谢 我怎么看说就是黄杰刚刚抢架说是国民党违规在先 然后代替黄杰上的 针对麦克风这个部分呢 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当然可以表达他们的不满跟意见 可是怎么可以去动手抢别人的东西呢 这个麦克风又不是你黄杰买的 你平常在路上看到别人 你说这个地方禁止抽烟 你就可以去抢下他的烟吗 不行嘛你可以如果今天有人违规抽烟 例如说柯建民经常在立法院违规抽烟 那如果黄杰在立法院碰到柯建民正在违规抽烟的时候 他可以说先生请你不要在这里抽烟 他也可以说嘿我现在叫环保局来开罚你 可是他可以直接徒手去抢过他的烟吗 当然不可以啊这是一个犯法的行为 所以我们在现场呢我就很直接的告诉他说 国民党跟以前不一样了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我必加倍奉还 再讲一次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我必加倍奉还 这就是新的国民党 所以他们以为说可以像过去那样子 为所欲为 那我觉得呢真的是想错了 所以其实当场的状况是这样 本来他只是在互相争执而已 那我觉得表达不同的意见 这都很正常 但没有想到的是 黄杰呢他冲过去罗志强的面前伸手哦 他是已经伸手要抢他的麦克风 要去做肢体的触碰 那你知道这年头男孩子真的要好好保护自己 尤其是先前黄杰才刚抹黑 我们韩国医院长出于礼貌的行为 说成是骚扰 所以当下我很害怕说 万一这个罗志强委员不小心碰到他的话 到时候又说啊 me too 又说我自己被骚扰又碰瓷 所以才会立刻上前去排除这个状况 所以过程当中呢 我们也没有拉扯 我只是请他说 你不要去抢别人的东西 你可以表达你的不满 你可以表达你的意见 但你绝对不能去抢别人手上的麦克风 所以我觉得他刚刚在受访过程讲一个最好笑的说呢 他使用了以色列防身术 请问落跑是什么样的以色列防身术 没有看过以色列人这样使用防身术的 看到快笑死 但总之 但总之以色列防身术如果真的要用的话 那就没有人要学了 所以呢 希望他不要就是乱讲一通 让大家失去对于以色列防身术的学习兴趣 所以呢 我想这个过程当中让大家看到了 民进党他可能以前以为 他对于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可以为所欲为 但我们现在要大声的告诉他 不要动 不要去出手跟别人碰撞 那不管是在人数上面 不管是在战斗意志上面 我们都会团结作战 保护我们自己的立法委员 主要是因为希望让大家看到说我们手没有太多的互相触碰 所以我们只有我回头也看了影带确认一次 就在第一时间就是有扶 就扶他的手请他往后推一点 那剩下我们用板子在中间就是让大家知道说 那我们呢还是秉持希望理性问证的立场 我们也不希望说有这个出手伤人 但当他做出不礼貌的行为 甚至如果真的被他抢到了 其实是一个违法的行为 你去抢夺别人的私人物品 在违反他人的意愿之下 那我想呢我们就是希望排除 然后隔离 那所以说我们就用一个板子放在中间 这样比较不会让任何人有见缝插针或是误会的机会 所以我们虽然是排除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但是呢实际上我们还是非常的守 我们自己作为立法委员理性问证的奋进 并没有动手伤人或是动手打人 那他的本事在哪里 我个人是没看到 黄杰除了翻白眼以外还有什么样的本事吗 过去在议会里面高雄市议会 很多该出席的不出席 该发言的不发言 该上班的不上班 还好意思说别人偷懒 就是你在高雄市议会的时候你最懒 所以今天跑过来抢别人的东西就是不对啊 你怎么可以去抢罗志强手上的麦克风呢 你提出质疑OK 但是你去抢夺就是不对 所以不要让 不要以为说国民党还会像过去那么好欺负 绝对不是这样子的 韩国瑜比你还早上班 他早上国事论坛的时候应该就在了吧 所以他比你黄杰还要早进到这个议场来 还早上班 你凭什么因为他宣布休息十分钟就说他在偷懒 反而是当场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可是 因因期盼韩院长回到位置上啊 每一个人都在求他啊 拜托韩院长 谢谢韩院长 你们的嘴脸我都看得很清楚啊 韩国瑜回到议场上面的时候 那个欢声雷动不都是民进党吗 在求他的不都是民进党吗 会怕的不都民进党吗 所以当黄杰要这样子去讲韩国瑜的时候 你转头看看你们其他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吧 他们可是在求韩国瑜的哟 OK好谢谢 谢谢你们可以调高了 下一个进来的可能比较高 或者如果等下黄杰的话就维持不动就好了 哈哈哈哈哈哈